海鲜餐厅 点个海鲜炒饭 其他的太贵了 其他的要50 50 50 一份 是不是 太贵 这个老板你看坐着也没有什么生意 现在是旅游淡酒 喝点酒 我老婆有可能就是不要我了 我应该要打算下一段 下一段感情 我也不知道是跟非洲的还是跟美国 老婆现在没有理我 很难受 这边海鲜太多了 但是钱太贵了 很贵 但是海鲜 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海鲜 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海� 就是感觉 就是感觉 状态太好了 吃了吃了感觉 我不想走 在这边太舒服了 海鲜的方随便吃 感觉那些有钱人真的太爽了 像那些在美国的家财几个亿 或者是在中国家财 或者有一套房子有100多万 不敢想象 但我这个穷人还负债 但是我负债还想吃我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这个人 一旦不吃好的就很难受 用什么都是最好 吃什么也是最好 在老婆家天天吃了个金枪鱼 我吃了有七八个的亿房 这边环境也不错 妹子很像 两个人长得很像 父女两个人长得非常像 你吃这个饭 你一个人的话不要吃很多 吃很多的话受不了 把云云炒饭 我的天啊 我做了 我的天啊 老板 鱼炒饭 海鲜炒饭 非常好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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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你好 你好 你会说中文吗 你们会说中文 安徽 荒山 上海 上海 没有人 这边人很少 我老婆说在越南的话 你有钱吃得非常好 在我们老婆家乡那边都是吃那个顶级的深海军枪 还有那个深海海鲜 全部出口日本 日本那个福岗有跟那个对话随和那边有盒子的 非常厉害 越南真的有钱的话 每天吃海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